大家好!STED! 這次就是第15條影片介紹 九港鐵路在臨合併的時候 送給員工的這套 襟章和列車模型套裝 這次要介紹的列車模型 就是九港鐵路的MIDLIFE MLR Train 由1999年至2022年 他當時怎麼知道何時退役 他就沒有說 上一代 第一代的電影馬列車 真的有點怪 其他也有公司名或型號 沒有 這次的烏鷹頭 烏鷹頭都成家沒有列車 OMG 做得挺漂亮 這次的車廂編號就是1118 開始不是用第一格列車來做模型 五對門 對 今次翻身做了五對門 參考地鐵 人們可以多些位置走進去 令車子更加 可以安裝得更多人 多些位置進去 可以盡量走進車廂中間 看多次的九鐵Logo 現在都做了一個印 沒有這個紅色 都印得不錯 九鐵Logo 有人在第二隻窗 另一邊那樣 對 真的很久 唉 終於有些現代的 到現在還能回答 哈哈 預計2022 23年 不知道還有沒有 真的 搞得這麼慢 哇 這次走得很順 超好推 超好玩 超好推 耶 可惜這個只有1卡 如果這個12卡 真的爽 爽到爆 那麼長 哈哈 好 拿什麼來做對比呢 就拿它的火神蒸氣火車來做對比 看看 長不長得過呢 好像長過 長了一點點 他長過火神蒸氣火車 效率那些應該都失敗好很多 真的 可以走成120公里 嗯 嗯 拿去翻新之前的版本 翻新之前的版本 翻新之前那個都還在火坦 哈哈 真的 真的幾好彩 沒有翻新到 不過現在 丟了就不知道做什麼 又不給人看 又 真的好帥 真的好瘋喔 同一格 可以改裝到這樣的樣子 這格變這格 真的好難想像同一格斜樓 你看看連頂也換了一點 它抽氣扇的東西一樣 冷氣機 但是中間沒有那麼密 它的頂 我不知道它的頂有沒有什麼 至少的紋沒有那麼密 車尾就一樣 一樣是這個結構 車尾沒有變 那麼旁邊 那旁邊 看門距有沒有不同 喔 它原用了原本的門距 有搬了一點點 最前的 如果對著中間對門 跟頭尾的兩對門都有點不同 但也開很少 不夠離開門狗卡車那麼瘋 還是拆了窗戶變了一對門 也不是什麼太平門 看車底有沒有分別 車底 嗯...幾相似 它多了一些太平門 那些緊急樓梯 忘記這塊東西 這裡一樣 這裡 差不多 它的底部的機件差不多 至少形狀性差不多 在中間的門不同了 多了一個太平門 樓梯 是啊 那扣子呢 那個扣子在這裡 不如試試重現 仍然 它有段時間 過到期 翻身和未翻身 一起走的時候 它試過有一輛列車 是兩種列車 扣在一起的 那個樣子真的很有趣 它當時是封了這個封琴位 然後就這樣扣去一下 那新舊的刀成家 毛列車 扣在一起走 好像真的超過癮 看照片都覺得超過癮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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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對得好不好 它這個封琴位 基本上是一模一樣 對 它改裝完 翻身完之後 連接位是沒有改的 對 對 所以兩輛車真的可以一起走 挺有趣 嗯 它在寫什麼 23號車最大的 它終點站是什麼 有沒有人 認到 我真的認不到 算了 那好吧 今次的MLR的介紹來到這裡 好像現在還有27、28輛 應該27輛而已 對 上年都爛了不少 之前看過 看那些文章 原本一、二年就 已經過了極限 對 對 仍然頂得頂 對 看還要頂多多久 不喜歡就like 記得subscribe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